我们一直都认为风筝人后都会死掉 其实这个认知过于片面 因为科普所说的是蜜蜂 而恰好只有蜜蜂的倒沟在魔吃木中属于较大的 每当它们攻击人类时 刺针尖端的倒沟都会挂在人类的皮肤上 此时它们这万人就跑 就会导致内脏被拉破或者扯出来 然后导致死亡 这看起来是个悲伤的故事 可事实上其他蜂类就不一样了 比如蜂王 马蜂 黄蜂和狐蜂的刺针 一般很光滑 即使有倒沟也很小 所以不一定会因为遮人而丢掉自己的生命 需要说的是马蜂非常厉害 它不仅排毒量大 而且刺针上没有倒沟 可以反复遮人恩死 遮到你甚至怀疑人生 严格的说可以直接把你送到另一个世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有马蜂遮人致死的原因 那么我们如果被蜂遮到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蜜蜂的话 首先要冷静并检查伤口有无毒针 如有应当立即用针头挑出 避免大力挤压患处 以免残留的毒液进入体内或加重过敏反应 然后用肥皂水等碱性液体重洗患处 要是被马蜂或者大虎蜂遮伤 则要选择醋等酸性液体重洗 智商情况比较严重的应该立即就医 及时强救避免发生意外 好了 本期的世界之罪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